其實領會也有提到他們盡力保持小商戶成為領會的獨有特色 作為領會監察主席 你看他們的做法是否能夠做到呢 其實他也看過黃國龍在一個場合說過 他們的租戶其實小商戶也很多 有六屏 但是如果你看回他的所謂小商戶 第一就是他沒有說到 其實他的定義來說就是那個舖位都有一千尺 還有他叫做獨立的經營者 那究竟是不是連鎖也沒有說的 是不是真正那些是真正的小商戶呢 但是我們看回的話 其實就是要趕盡那些小商戶 比如說要逼他們由商場去到街市 或者逼他們去一些不好的位置 甚至是大幅的增加租金 那有些甚至是不願意跟他傾租的 那其實那個結果 其實他也說到做這些事情 其實主要是一樣的 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就是事實性於紅便 其實他就是他要做漂亮的業績 一定要把商場、街市整漂亮 整漂亮的話 就要吸引多些的所謂名牌 有品牌的連鎖店進來 那麼他的租金才可以提升 他的商場價值才會提升 所以這個是他的趨勢 即是無論他講得如何好 或是為了小商戶 都可以 但是他作為一個金融的工具 即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上市公司 是的 上市公司 那他一定要做漂亮的業績 那他只能夠走這個趨勢 所以他說的 甚麼是為小商戶 這些事情 就叫他們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即是不要影衰他的商場 但是其實你們有沒有 真的就著這個 譬如每年都有一個加租的情況 或者每年都有一些小商戶 逐租之後就離開 叫做逼走了 你們有沒有就著這個情況 跟他們一直有溝通 然後他們的回應會是怎樣 我們的做法就是 每年其實我們都會做一些調查的 就是看回究竟 那個所謂那個小商戶 那個死亡率 上一年我們其實 2012年做過一次 就是根據他領會 16個比較叫龍頭 就是比較 他做了裝修的龍頭商場 那其實發覺就是 那些商場 16間商場 就基本上那些連鎖店 就是連鎖公司佔來說 是平均來說 就是七成的 在這個商場上 那你就可以 這個就是 我想我們幾年前做的 就是五成三 現在就變成七成 那就是說大家 這個事實正於紅面了 就是 其實就是 那些小商戶 就慢慢地 要離開 要離場 然後又引入那些 品牌公司 所以說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 現在領會 不過是 還套裝了33個商場 他有了156個商場 所以他就繼續下去 所以現在他就說 似乎 家族不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是平均是其他那些 還沒套裝那些 那套裝那些 就不是這樣的說法 就是那套裝那些 就是要趕絕那些小商戶 就是令他離開這個 就是不要 就是令到他的商場 那個價值是提升 還有那個對消費的對象 也不同 所以你看到 就是說 他們那個 說自己的逐租率有八成 那當然 如果趕到那些小商戶 趕到七七八八 那當然那個 那個逐租率 是會增加 因為過去來講 其實只有七成而已 那現在近幾年 慢慢地提升 那我們覺得就是 因為他都趕那些小商戶走的時候 那現在留一些大的 有so-called 有競爭能力 有給貴租能力的 那他就可以繼續在這裏做